她母親是日本人 她母親是日本人 正成功不是就混血啊 所以也不能這樣講 她媽媽是華僑 她媽媽也不是真正的日本人 她的外公姓翁 翁倩義那一隻 所以她少了在日本人 她講起來算華僑 但她出生在日本 長濱平富縣的海邊 所以她出生在日本 七歲的時候 跟著她爸爸鄭織龍 回到了中國 開始讀漢學 有沒有見過鄭織龍 海盜 姐姐這樣姐姐不可以這樣講 我們應該稱他們海上企業家 因為她沒有搶過人 她只是告訴你走這條海路 要買我的旗子 一關打 如果你不買的話 你被人家打成了 那不關我事 不是我打你 是她打你 所以她沒有搶人 她不是海盜 我喜歡叫她海上企業家 這樣比較好聽 所以她從小就把 她在鄭成功七歲的時候 把她帶回中國大陸 鄭成功小時候的名字叫做田川福松 媽媽田川松 這個媽媽也蠻好玩的 嫁給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叫什麼名字 想不想 所以兒子出生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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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 所以叫福松 福就是福建 松是媽媽 妳看有這種女生嗎 是不是 是那個小孩子 你們兒子する名字可不記得 她們沒有一起嗎 鄭之龍到日本做生意 娶了這個女人 沒有幾天就 surface 又在海上開始去抓魚仔 所以他沒有當海盜 海上去抓魚仔 所以做貿易 所以根本沒有回日本 一直到鄭成功出生七歲才回去 回到日本嚇人一跳說 那是他生的嗎 當然是他生的 所以就把他帶回中國 最後終於成為明朝大將對不對 回到1661年打敗了荷蘭人上來的時候 他就覺得台灣的魚非常好吃 就叫廚師說你煮個魚就吃吧 廚師就在台江內海隨便撈了幾條魚 叫姨夫 撈了兩條魚以後煮給我們老大吃 他當年算老大嘛對不對 這個老大吃完了也不錯啊 好吃啊 就把廚師叫過來說 這是什麼魚 三馬魚 廚師說我要怎麼知道 我要怎麼知道 叫什麼魚 我替你問 所以他碰到一個長子 他問了好幾個人沒人懂啊 但是從他嘴巴講出來 他是中婆嘛 一般你現在到餐廳吃飯 你問老闆這什麼魚 中婆說了就算了 所以大家以為這條魚叫三馬魚 三馬魚三馬魚就變三馬魚 這樣了解嗎 所以其實全世界衣服是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 當然是西拉雅族人叫他 北沙瓣 北沙瓣都有 因為南島語系的發音各有不同 再講到剛剛的 好嗎 好嗎